50系显卡陆陆续续都已经上的差不多了 那现在回过头来分享5070Ti的主要原因是 我个人认为它是今年英伟达所发布50系显卡中最值得购买 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型号 所以这期视频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我这张华硕的TUF RTX 5070Ti 那为什么说5070Ti是整个50系显卡中最值得购买 性价比最高的一张呢 这个我想放到后面来讲 我们先来看看这张显卡的外观 这张华硕TUF5070Ti外观我觉得非常好看 类似军火箱的造型非常硬朗 灰色和银色的搭配也显得很稳重 正面的四颗螺丝装饰也是有军工的感觉 除了RGB的规模相比猛情那个版本要少了一些外 其颜值我认为是不输猛情的 显卡尺寸长329mm高140mm厚62.5mm相当于三槽多 小机箱需要注意一下 接口部分两个HDMI2.1B和三个DP2.1B 也比公版标准多一个HDMI 双BIOS切换开关也有配备 散热上配备100mm三风扇 7条6mm导乐管和大面积散热器 堆料充足 在室温28度环境下 非开放平台P档性能模式 使用4MacR烤机15分钟 GPU核心频率224MHz 核心温度65度 显存温度64度 风扇转速1800左右 功耗300W 散热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测试环节 这是测试平台使用的 Intel Ultra 9 285K搭配ROG Z890 Hello 和48G的8000C38内存 为了方便参考 我也拉上了一块4070Ti Super 一起测试 现在看看3DMark基准测试 在2K游戏性能项目Time Spy中 5070Ti获得27638分 相比4070Ti Super提升14% 而在4K游戏性能项目Time Spy Extreme中 5070Ti获得了13383分 同样比4070Ti Super提升14% Steel Nomad中 5070Ti得分6819分 也比4070Ti Super有着14%的提升 Steel Nomad Lite也是如此 获得29708分 一样是14% 在压力测试项目Speedway中 5070Ti获得了7621 相比4070Ti Super提升来到了20% 在光追测试项目PortoPlayer中 5070Ti获得18974分 也是高于4070Ti Super 22% 以上测试都是理论游戏性能测试 接下来就来看看实际的游戏性能表现 这次测试的统一使用4K分辨率 游戏画质选择内建项目中最高的一档 DLSS增生层木轮开启 单机游戏方面 赛博朋克2077画质光线追踪超级 开启DLSS4倍增生层测得208帧 而原生52帧 相比4070Ti Super 43帧 有着23%的提升 黑松画悟空画质超高 开启增生层测得98帧 相比4070Ti Super提升有24% 老游戏古墓地影暗影画质超高 5070Ti获得189的平均帧 相比4070Ti Super提升有25% 在多人在线游戏方面 三角洲行动全部极高 开启增生层平均194帧 相比4070Ti Super有23%的提升 而在Apex英雄中画质也是拉满 练习场中平均238帧 相比4070Ti Super也有22%的提升 总的来说 5070Ti在4K分辨率下 表现还是非常自如的 除了个别的3A游戏开启光追后 会有点点刺警 但开启DLSS后基本都能唱完 那回到开头那个问题 为什么说5070Ti是最值得买 首先5080相比5070Ti的提升 大概在15%到20%左右 但市场上的价格却贵了35%以上 甚至某些品牌 某些型号达到了晶能的51% 单论性价比来说 5080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第一档的5070性能提升有限 特别是在4K分辨率上 有30%多的差距 但价格却没有便宜很多 另外507010GB的小类层 可能就会在特定应用和游戏场景下 成为不可用的关键因素 所以我个人认为5070Ti 是本轮50系显卡中 最值得购买的一款 当然了 这个只是我个人观点 值不值得买的 还是要根据大家的实际需求 和预算来考虑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这部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点赞 关注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易小峰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